哈啰,大家好,Ray1です 好,诶,国际版的9周年已经7月7号正式开始了嘛 然后在昨天,诶,卡机也已经正式开上来 那么在昨天晚上,官方就有发了一个Twitter的公告 是说有一个SNS的特别活动 最大可以拿到60颗龙丝以及超感穴剑这样子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打算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SNS的特别活动 这个因为有关系到超感穴剑的关系啦 怕后续大家会拿不到 因为超感穴剑在日版当初是多的50张 然后可以做77年筹,这个就很重要嘛 然后在这一次的SNS特别活动当中 里面就是有的拿到超感穴剑 所以如果这一张超感穴剑拿不到的话 会怕大家啦,没办法做足这个50抽啦 这个就是50张,然后77年筹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边就跟大家稍微来谈一下 尤其里面还有60颗龙丝可以拿得到啦 OK,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张图是属于它的那个参与方式啦 它的连接啦 我等一下我会放在那一个留言字底 然后要不然就是有我推特的朋友 也是可以卡我已经转发了 因为我也是稍微先去试一下 要怎么去弄 就是实际弄起来 要说简单的话 我用手机来弄非常的简单 我用电脑来弄非常的简单 用手机来弄的话 程序,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来讲 它跑了几次才可以进得到里面 这边大家可能在弄着的时候要多花一点时间啦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 就是这么个样子的画面啦 它的参加活动的方式啦 首先就是进入了网站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 Practicables in the campaign 之类的东西 或者上面的log in 直接弄也是可以 点进去之后啦 它就会让你就是 register with x 这样子啦 然后你就点击那一个 register with x 账号进行绑定嘛 然后 再来的话 它 你已经授权了过后啦 它就会跳到这个页面 给你去填写 你自己的游戏ID 那么在填写游戏ID 这一边来说的话 就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官方这边有想说 它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填错的话啦 可能就是要 再来开 excuse me 可能你就要开一个 那个 Twitter account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游戏ID 一定要填写正确 那么游戏ID的搜索方式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游戏内 主页的右上方 我们一登录的主页 就是还没有登录进游戏 正那个 我们的这个游戏界面之前 右上方那个ID 是其中一个方式 要不然的话 就进入我们的Menu Friend 这边 那个好友这边 然后 好友检索这边 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ID 这个东西 OK 这个的话就是 查询ID的方式啦 这个绝对要注意 一定要填好来 要不然你所有的分数 就是给了别人 其他的ID的名字 然后别人又登录不进去自己的 那个就有一点压怠了 所以这个就大家注意好来啦 绝对是要弄到的 然后after that 就会进入到网站 你就可以对他的那个网站内的标签 做到 转发按赞之类的 嗯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使用收集到的积分 来交换游戏内的道具 有龙石 有超感谢键之类的 OK 那么这边的话 我就过去一下这边 我已经是登录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啦 嗯 然后刚刚登录进去的话 我这边也是才刚刚登录 我现在还没有实际去操作过啦 它就长得这样子啦 你可以report啊 拿拿分数 然后最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励 OK 这边的话 目前会长得这样子 我目前什么都还没有啦 这个post 我是刚才在电脑上面 已经有post过了啦 所以就可以 然后 再来的话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所以所有的获得积分的方式 必须要在这个 它的特色网站上面 才可以 才可以做到 像这个post的话 它就讲 twit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hashtag dokkan9anivation 你是直接在twitter上面 它是不会detect到你的分数的 你要通过这边的post 这些来弄 才可以 所以像这个post tweet 在首次发帖的时候 可以拿到15分 就第一次罢了 after的分数 全部要靠着这个 view the post list那边 然后按赞 或者就是 report这样子的东西才可以 所以可能就 按赞一下 可能我们就按赞就好啦 就是有一分这样子 有hashtag 这个dokkan9周年的 拿到的分数才多 如果没有的话 就 它就会限制 每日30分 如果是有hashtag的话 这个dokkan9周年的话 它就不会限制 每日的获得分数啦 它这边下面 其实就有写着 非常长长长一串的 那个 要点 要绝的东西 然后那个 posting 这些reports 这些之类的 大家也要注意 不要一次过弄太多 它讲一次过弄太多 可能系统 推特系统 会检测到这什么什么问题 之类的 这边就要小心一点 不然整个account都没有掉 这我也不确定 它这边就有写到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这边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然后奖励方面的话 就是在这一些啦 10分可以拿到10颗龙石 然后再来60分 可以拿到50颗龙石 就有60颗的龙石啦 然后重点重点的就是 这个超感谢键 7张缝这边 要40颗 可能大家最初最初啦 呃 怕等一下后续 会忘记到这个东西的话 先把这个超感谢键 给换上来啦 因为这个 对后续的 那一个 77年筹 50张卷 的超感谢键 算是比较重要的 官方在这边 这个样子来弄到的 弄成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导致很多人 完成不了 或者就是 这个只是多出来的七抽 如果只是多出来的七抽 那没关系 因为之前在日版的话 超感谢键全部都是通过 限定任务来获取 那么这一次改成这样子 而且它这一个活动 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有没有 7月9号到7月16号之间 然后它的这个item exchange 就是交换 也是7月9号到7月17号 其实时间没有很多 所以一些可能不擅长 这些方面的操作的朋友来讲的话 那么会变得比较辛苦一些些 嗯 不过不管怎么样子啦 有注意到的朋友 那么就要花一点时间 来把它给弄上来啦 嗯 就刚才讲到的 他们的赚取分数的方式啊 之类 然后 这边 exchange point for item 这边就是可以点进去 等有分数的 可以在这边来做操作消换 然后它交换来讲的话 它不会马上进到去啦 因为它那边是写说 可能会有延迟啦 它的所有东西都可能会有延迟 像刚才我已经post的那个东西 也还是零分嘛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等一下啦 嗯 之后有分数进来过后 才来操作 然后那个 站那一些之类的话 就通过 view the post list 这边来做操作 所有的 获取分数的方式 都必须通过这个特色网站 才可以啦 这边就再次强调 嗯 那么大致上 就是这一些东西啦 有比较 我没有讲到的东西 然后又有 比较清楚这个东西 这一个活动的朋友 可以留言 list出来一下 嗯 不然等一下我怕我讲解 都没有到很清楚 影响到大家 拿到这个奖励 OK 那么就祝大家可以顺利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ー 拜拜